如果你說香港合資格的選民 只有300萬人左右 上一次區議會選舉投票都是290萬人 但是香港有750萬人口 所以這些所謂直選的議員 以前我們直選的議員 立法會的議員 他頂多是代表這300萬人的利益 另外那450萬未登記選民 或者不合資格選民 他都是香港常住人口 那這班人是誰代表呢? 所以現在這個選舉委員會 擴大他那個基數 能夠讓這班未被代表的人 能夠被代表 所以以前就1200人 那現在就加了1500人 那這個1500人的機制 是多了些什麼呢? 就多了一個叫第五界別 就是這個全國人大 全國政協和全國性團體香港的代表 就這300個 這第五界別本身就是它 第四界別的政治界別 在那裏抽出來 第四界別再加多一些人 那些人是什麼呢? 就是地區組織代表 這個地區組織代表很有意義的 因爲這個第四界別是300人 以前都是300人 那裏面包括立法會議員和地區組織代表 立法會議員有多少人? 70人而已 最多就加到90人 所以呢 地區組織代表可以有多少人? 300減以90 即是等於210 之後突然之間多了210個地區組織代表 那這些地區組織代表代表什麼? 代表基層 剛才我講了450萬人 那裏面 他爲什麽不合資格做選民 他剛剛從內地來 或者是外面移民來 他沒有香港一個永久居民身份 所以他沒有辦法登記做選民 所以這些地區組織代表 不是可以代表這些 剛剛來的新移民 或者沒有選票的市民 以前是沒有一個代表性在裏面的 即是基層是很難被人代表的 所以現在特別注重基層的利益